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 明知道你身体不好 阴里风又凉 太子殿下还让你来 他自己怎么不来 我们现在所谋之事 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 就算计划进行得顺利 刘胜也一定会向皇上请命调查 到时候要是太子不在府中的话 他的嫌疑就大了 你就不怕被查吗 自然不怕 我有一百种说辞可以撇清关系 再加上罗婶把自己的房子都烧了 刘胜没这么容易查的 你们读书人就是优化 从来都是口不对心 马上你就要恢复自幼神了 上次你在书房你说过 我知道 但你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 你上次说 要是没人留你的话 你就会离开 假如 你 就是 还不起来 该不会是故意的吧